這一碗肥瘦均勻的叉燒飯 還有這款除了可以吃 還可以拿來當眼鏡的朱古力 舊式的髮囊,紅色的飛髮椅 這些場景有沒有令你有一種似曾相識的感覺呢? 香港國際機場由星期一開始 以1比1的形式展出代表香港國族奧斯卡金像獎 最佳國際劇情片的電影《九龍城寨之圍城》 主角陳樂君晚眼鏡朱古力的士多 入住的冰室角樓 見到中環交錯的電線、水井等 令人好似自身在城寨裏 旅法局主席彭耀佳致詞說 希望旅客可以跟著電影的情節去發掘香港歷史文化 那旅客又拜不拜呢? 我覺得這個部件蠻特別的 就是一進來這裡就能被這個警示引到 然後我就很好奇剛才在這裡打卡 有的時候我們去旅遊其實就是因為這些景點 它自己本身的特色要貌才會向我過來 展覽為期大約六個星期 直到下個月20號結束 之後就會移私到九龍城啟德 AIRSI商場舉行 到九龍城啟動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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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